我这种说法我们的很多的网友也未必认同 但是这个没办法 因为不仅是你们未必完全认可的问题 现在就是 美国的媒体都没有搞清楚 世界上的媒体都没有搞清楚 实际上美国是没办法退出卫生组织的 没有退出机制 谢谢大家打赏 另外一个就是 川普总统现在要联合世界的力量 尤其是民主和自由的阵营 来对付谁 来对付中共 如果不能联合这些民主和自由国家 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就是你在前面冲锋 你一个国家跟美国跟中国进行战斗 但是中国采取的是什么呢 多元政策 什么叫多元政策 他用钱收买一批小兄弟 他在某一些体系里面利用这些小兄弟 来得到自己的票数 另外一个呢 他对一些中型国家 采取一种又拉冷 然后同时又有一些合作关系 让这些中型国家尝到一些甜头 对一些西方国家 对一些西方国家 现在中共的策略就是 尽量不给你产生对立 尽量让你满足某一些要求 比如说德国的总理 他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形象 那么他到中国的时候要见见异议人士 要请异议人士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中国政府居然尽量地去配合他 因为这个演戏虽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作用 但是某一些象征性的作用 是有利于没可以维护他的所谓关注中国人权的形象 但是在一些实际性的方面 某克也未必是坚定地站在跟川普总统在一起 川普总统自己就讲了 他六月份要开一个七国高峰会议 时间好像是六月二十五号还是二十几号 他希望在美国开 或者是在对卫营开 但是或者是在华盛顿开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能够看到的消息是 安倍首相很乐意于参加 安倍就是一个不敢得罪美国 也不敢得罪中国 当中美关系不太好的时候 安倍可以趁此机会跟中国搞好关系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外交三角关系 但是安倍在川普竞选的时候 他们没有看好他 所以他当时没有及时给予川普支持 等到川普当选了以后 安倍再下一条 赶紧地补割 跑到美国来向川普总统赏美 这也没办法 日本他的角色就在于 在美国和中国之中 夹方中间 他两边都不能完全得罪 现在疫情开始好了 安倍同时想邀请习近平还是要访问日本 行程又开始激活起来 但是对川普总统的征召 七国高峰会议 他要漏定漏定的这些表谈 要参加 但是梅克也不想参加 他说现在疫情情况很严重 不方便来 还是要参加视频会议 这个当然讲的理由 我觉得也不是说没有道理 但是呢 毕竟六月底还有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拒绝的语言是 主要是梅克也对川普 居度不满 川普总统虽然是德国人 但是他并没有想到他的祖国 他对德国的批评非常严厉 认为德国人交白月的费用太少 认为德国和美国的贸易方面 很多的不平衡 他也跟德国就没有贸易进行谈判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向梅克也展开那个市场 德国的很多的工业出口 中国是最依赖的一个市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梅克也和中国的关系 注定了他很难参与到川普总统的阵营 梅克也当然下台 如果川普总统继续连任以后 美国和德国的关系会不会改善呢 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还不知道川普总统能不能连任这个总统 而川普总统现在跟国际的关系没有几个好的 因为他觉得美国是老大 不需要在乎你们这些人 但是外交上有时候就是个面子 有时候是个礼仪 像当时和马克勒那么想巴结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 不把他当回事 所以马克勒一方面投向拉拢俄罗斯 另一方面希望跟中国有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上海的博览会马克勒也去参加了 当然现在是中国的外交官 故意的破坏中国和西方的外交关系 原来在加拿大表现很恶劣的大使罗秋野 现在去了法国 然后在法国的时候粘出一些是非出来 使法国对中国加深了不满 但是在大的利益面前 法国当然不愿意丢去中国的市场 那么现在英国虽然在某些方面 愿意配合美国 但是在整体利益来讲 他们算计起来 还是不要得罪中共 所以还有加拿大 这些国家整个力量比较弱 所以川普总统 而且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很不好 很不好 川普总统多次的辱骂杜罗多 所以在之前上个星期 陶杰先生就讲了 说川普总统太嚣张 把大家都得罪了 现在西方要联手在一起 对付中国比较困难 这就非常遗憾 这真的是非常遗憾 如果西方不能联手在一起 冷战的阵营怎么形成 当时候冷战的时候是两大阵营 现在并不存在着很清晰可见的两大阵营 中共的阵营不清晰 美国的阵营也不清晰 美国优先的这种口号 使自己注定很难去凝聚西方国家的力量 所以这就是给了中共 虽然不能说是联欧致美 但是它和欧洲的关系 它可以在某些方面有了胆量 跟美国进行较量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